欢迎来到晨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不要盯着迪丽热巴的西装不放了 换了新发型后的她再次美出新高度 新生代实力女演员迪丽热巴一直都处于话题中心 不管参演了什么电视剧还是参加了什么综艺都能引起一阵轰动 在《创造营2019》里面 热巴以创始人的身份出现 其中的西装造型惊艳全场 最近换了新发型的她又是占据了热搜榜单 迪丽热巴卷发又是一次视觉盛宴 再次美出新高度 之前大家只知道迪丽热巴的民族舞和芭蕾舞是一绝 但是她很少在公众面前跳流行舞 这一次她为学员们展示了主题曲的舞蹈 没想到热巴对流行舞的掌控也是不在话下 一身粉色西装亮相 男款的西装本来穿起来很宽大 但她穿起来却丝毫不显拖沓 完全靠气场撑起了这一套西装 黄色的内衬与粉色西装的撞色对比也是别有风趣 抓人眼球 迪丽热巴一身紧身黑西装加贝雷帽闪亮登场 本来以为她更适合色彩鲜艳的衣服 这下啪啪打脸了 没想到穿起西装来也是毫不逊色 这身超A的look不给一百分都不行 看完最新的极限挑战路透图 你就会发现西装算什么 换了个发型怎么比原来还要好看了 头戴卡通发孤 热巴今天的波浪卷更偏向于可爱风 生涂也是照样能打 完美的侧颜杀给一百分不怕热巴骄傲 亮烫的额头 深邃的眼睛 立体的五官 精致的脸部线条 一眼看过去既有抑郁风情 也有满满的少女感 像是摆在橱窗里的洋娃娃 金色的卷发称的皮肤更加白皙 身材凹凸有致 吸睛抢眼 站在人群中也是光彩照人 很像欧美电影里的女主角 白色运动服搭配黑色长裤 清新脱俗 活力满满 很符合热巴元气少女的风格 虽然偏运动风 但不得不说极限挑战节目组准备服装很用心 外套上的雪山图案清秀仪礼 很特别 而热巴的整体造型呈现出来的效果既时髦又减零 很非常的抢劲 宋雨琪是甜美系的女生 一头卷发很符合她甜美的气质 虽然稍显稚嫩 但是个很外向 爽朗的女孩子 尽管称不上经验 但长相也算出挑了 两人各有特色 就算是同样的发型 也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 你觉得呢 AB服务金主 刘更宏Q正凯 三字P or四字 白净亭拉彩陈坤 赵丽颖奶红名号 01 AB服务金主 风情女星AB最近很心塞 她跟男星敞花合作的古装剧 最近又被翻出来群潮了 要知道AB在那部剧中只是一个乡边女主 戏份不多也不出彩 但在接下这部剧时 AB却向剧方索要了天价片酬 AB这么做也是得到了金主的受益 这部剧是金主用来洗金币的 背后的关系错综复杂 而AB也是资本手里的棋子 之前在放飞小仙女被爆出收取天价片酬的丑闻时 AB也被网友扒出来有类似的操作 当时AB的团队全网删帖公关 AB这次被爆出黑料也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她这两年仗着有金主撑腰十分嚣张 经常去截胡圈内女艺人的商务资源 得罪了不少人 现在这些艺人联合起来搞她 把AB收取天价片酬的事情大肆发酵 想要利用这件事情打压她 02.赵丽颖乃侯明号 大约是赵丽颖现在各种 在与凤杭项目组为侯明号争取代遇和戏份 所以眼下业内也开始有人 讥笑赵丽颖这位新进谷 奥太妃而今也要学习谷 奥太后杨幂开始玩拿资源喂买狗那一套了 赵丽颖是李冰冰的左膀右臂 即便有朝一日她也喜欢挑选 嫩瓜秧子当男朋友 那也是承袭了李冰冰这派女强人的作风 实在不必非说她适时杨幂衙会 而且她为侯明号奔走 多半也不是出于私心 一方面侯明号本来就是和颂的人马 赵丽颖作为老板之一 本身就有义务为她筹谋安排 另一方面 自从周也与赖关林天雷勾地火之后 和颂拟定的新人CP不攻自破 在这种情况下 赵丽颖为了侯明号能够早日出位 也是得比平常更使劲一些 再者说了就与凤杭那个颜值不在 为所仍旧毫无风度可言的男主 赵丽颖真的是多看一眼都嫌烦 因此她给侯明号加戏 也不全是为了侯明号好 还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自己舒心吗 线下随着85花全员都有死磕古偶的驾驶 所以网友们也都给他们安排上了新封号 杨幂眼古偶最多最持久 所以是古偶太后 刘亦菲因为经典角色厚度最重 所以是古偶贵太妃 赵丽颖综合起来也还行 所以是古偶太妃 刘诗诗逊色一些就是古偶太平 AB由于年纪和状态还算贴合古偶 所以暂时之教古偶太主 封建王朝时期皇帝的姑姑 或者皇后母亲的尊号 而唐嫣年纪最大实际最差 就是古偶摩摩了 03 刘更宏Q正凯 自打刘更宏的健身操伙了后 不仅是带动了全网运动热潮 而且紧跟其上的就是那余艺人们 个个都迫不及待安排好热搜话题 蹭上一蹭 有走闭眼夸路线 也有随便练练走搞笑路线等等 反正就是大家常见的凑热门的画面 从接二连三不同艺人带着刘更宏的名字上热搜后 应该老瓜友都清楚是咋回事了 既然大家都在蹭了 像郑凯这种不想错过热门话题的自然也要跟上 可能是刘更宏太火了 所以之前还有瓜友来问 是不是大部分艺人跟他一样都很注意管理身材 类似营销话题大家看看就好 内余真正坚持锻炼的艺人并不多 更多的是靠恶瘦或其他方式剪下去的 走健康锻炼路线的只是一小部分艺人 当然大家肯定还是愿意往健身人 设方面营销啦 内余男艺人不管理身材的一抓一大把 有的是偶尔注意身材 甚至有的基本成放弃状态 所以就显得那几个好身材的很珍贵了 但身材管理不就是艺人的本职工作吗 这上还真说不好 陈坤的性格不是那种会容许别人踩他一脚的类型 但白静婷在天圣长歌里的那个男配角色又确实是渊 至于当天那个热搜其实也不能确定是白静婷买的 也有可能是自来水刷上去或是巨方买的 只不过白静婷团队确实喜欢月粉营销 所以就算冒着得罪 陈坤的风险买热搜 也不奇怪 小哥之前也说了 白静婷一直都是大眼的包棉营销大户 只是会把控分寸 加上路人员好 这件事带来的反面效果 就是让网友想起来他之前内涵何老师的事儿 在敏感时期斗机灵叫何老师的黑称 而很多人都知道何老师对他早期的事业多少有点帮助 所以他也因此小小的翻车了一波团队 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 所以马上重新编辑了文案 在引起舆论前就已经把舆论遏制住了 再加上前几天何老师生日也没见他出来送祝福 这点没啥可说的 何老师自己发了朋友 圈通知大家不要去大眼送祝福评论了 不想太高调 在外人眼里也是他跟何老师疏远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段时间朝他是白眼狼之类的疯言疯语挺多的 现在是不至于的 等他的新电影出成绩之后 才会有真正的论断 讲实话就是这两位会不会成为竞品戏品哈 而且关于竞品的定论 现在的圈内 无论哪个人设 哪条路线 只要火了 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人走 有时候有竞品是件好事 至少知道这个类型有哪些艺人是合眼 娱乐圈这么多人呢 易烊千玺已经在电影圈站稳了脚跟 作为安理系代表 他现在的资源可以说是逆天 S级剧本都会给他第一份 他这边是打定主意走电影咖路线 暂时是不会碰电视剧的 而王俊凯 他接触到的电影本子只有O级 但是电视剧这块的话资源会更突出 他这个阶段更加偏向于试错 看哪个领域更加适合他 他就会定下来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 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